在娱乐圈中的每一次大型活动当中,除了明星们盛装出席红毯,是一场视觉盛宴之外,在活动中各路女星之间上演公斗大戏也是很有看头,有的女星喜欢抢占C位,彰显地位,而有点明星则喜欢用身材博人眼球。 记得去年在巴沙慈善之夜上,张韶涵一个站到C位被骂惨,而张子怡则是在全场明星合影时故意脱下肩带博人眼球。 记得当时站在张子怡旁边的是大姐刘嘉玲,张子怡一系列举动,刘嘉玲都看在了眼里。 然而,近日大姐刘嘉玲出席某活动时,居然效仿张子怡故意脱落肩带博眼球。 3月17号晚,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在澳门举行,当天现身活动的有冯小刚、吴京、张语气、张爱佳、慧英红等内地和香港大佬,其中大姐刘嘉玲也作为颁奖嘉宾出席了该活动。 何以往这装不同,当天的刘嘉玲身穿一身黑色性感的深V吊带裙亮相红毯,刘嘉玲脖梗和手腕以及手指上戴着金饰,烈焰红唇,可谓大姐大气场十足,秒杀一众女星。 然而一开始,大家都以为刘嘉玲的肩带设计就是如此性感,然而在颁奖台上才发现,刘嘉玲的肩带是故意脱离到壁棒。 值得一提的是古天乐的礼貌眼亮了。 然而有网友发现原本刘嘉玲里群肩带一个在肩膀上,而另一侧肩带却滑落到壁棒上。 刘嘉玲宣布古天乐获奖后,古天乐上台领奖时,刘嘉玲不理会肩带滑落,与古天乐拥抱,网友质疑他在博人眼球。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古天乐与刘嘉玲拥抱时,眼睛故意避开,礼貌眼令人称赞。 网友们纷纷吐槽刘嘉玲故意脱落肩带博人眼球,一把年纪了还有必要吗? 此外也有网友纷纷称赞古天乐为人,这些年古天乐在公益事业方面一直都备受赞誉,此次他的礼貌眼再次印证了他的为人。